大家好,欢迎光临欧特克205版新产品级套件在线发布会 众所周知,BIM作为全球工程建设领域革命性变革的主旋律 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整个工程建设领域的不断的持续创新 在发达国家如北美欧洲,BIM的应用以大规模普及 并正在向与更前沿的信息技术的整合应用、设施、服务与管理等领域不断拓展 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BIM的应用也正在迎头赶上芳心慰爱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来自政府行业组织的大力推动政策导向 也有设计企业、施工企业以及业主单位在各自项目中 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具体实践 并围绕BIM的应用进行企业生产及管理模式的整合和创新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BIM的应用也不光是在民用建筑 也正在向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前瞻性应用延伸 欧特克公司作为BIM理念的首唱者、BIM技术的领导者 在持续推动BIM在工程建设领域的普及和引领创新的同时 也致力于不断丰富、完善和创新我们的产品解决方案 致力于更好的为BIM在全球工程建设行业的普及和长远发展 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BIM的普及应用和推广呼应了行业本身面临的挑战 同时也代表了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无论是在市政府的强制性BIM要求 还是整个行业都共同面临的生产率下降的挑战 以及整个工程项目必须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项目要求更加复杂和不断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都为BIM的长远发展既提出了要求 也成为整个行业发展的推动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亚太地区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韩国 以及澳洲和新西兰 政府都从不同的角度制定了不同类型的BIM标准 致力于从政策导向和法律法规的角度 来推动和规范BIM的应用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高度BIM应用高度发达的北美、英国 还是在北欧地区 以及正在实现BIM转型的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 政府也从不同的角度制定了各种类型的BIM标准和规范 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 无论是在全球和中国 BIM技术更加紧密的和新的前沿的信息化技术进行了整合 从而创造了更强大的生产力来推动整个工程建设领域各行业的革命性变革 无论是BIM技术和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的整合 还是硬件和软件的集成技术的应用 以及大数据的应用都为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应用的领域和普及度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在亚洲、北美还是在欧洲 具备较强BIM实施能力的总包商的能力都在急剧上升 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都可以看到 BIM应用在施工阶段的总承包商的应用比例方面 在未来的几年都会有非常快速的发展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亚洲的主要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和欧美国家的应用 在BIM成熟度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相较而言 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国家 在BIM应用方面已经向更加创新的领域延伸 而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发展中国家 我们还站在普及的阶段 整个施工领域 包括整个工程建设领域 对于IT的应用 其实相对于其他的行业是比较落后的 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图表 如果是跟制造业相比的话 整个施工行业或者说工程建设行业 对于IT应用的投入 所占整个行业产出的比率是非常低的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在整个生产产值不断提升的同时 生产效率却在持续的下降 就是整个行业的盈利能力反而是在下降 但是与同时间段内的制造行业相比 制造行业的生产效率是在稳步上升 那么这也是整个工程建设领域 各个行业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 围绕BIM其实除了技术的应用 还更多的是更关键的是流程的转型 在企业面对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同时 如果增强企业竞争力 如何提高产品创新 进行流程创新 那么最有效的手段就是BIM 这也很好地回答了 为什么在全球方面之内 无论是从业主还是从设计企业 包括施工企业 最终都选择了BIM 作为企业创新的一个技术路径 很多人谈到BIM投资是庞大的 包括硬件和软件 包括培训 包括开发 那么很多人也谈到BIM的投资 似乎没有那么明显的回报率 但是我们用很多数据 可以明确地非常清晰地看到 在刚刚开始应用的时候 BIM的价值似乎确实是 没有那么跟与传统的 Auto CAD相比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但是随着BIM应用的 不断的延伸和普及 当项目的累积和经验的 知识的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的效率的提升 是用几何技术增长的 这也很好地回答了 BIM本身的投资 是有非常好的投资回报率的 BIM在全球的普及程度 刚才已经谈到 那么中国的发展的阶段 正在初期的发展阶段 当然我们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如果简单地把中国的BIM 发展分为不同的阶段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从08年开始 以奥运场馆的建设为代表的 一批大型场馆 首先使用了一些BIM的技术 那可以看成是BIM的1.0时代 到2014年 BIM应该进入到了2.0的时代 这里面最大的差别是 BIM的应用 从简单的概念设计的表现 逐渐向关注如何BIM进行工程技术的实现 从BIM关注于设计到关注于BIM模型 如何用于项目的交付 从关注BIM模型的创建 到关注BIM模型在整个项目过程当中的 广泛应用和更好的协同 从对文件的关注到对关注文件中 所包含的数据的应用 以及包括访问和协同的模式 从桌面延伸到了云 移动终端和桌面的整合 团队的协作也从一个本地的团队 到了可以遍布不同地点 从不同时间进行协同工作的 这样一个扩展的团队 在这样一个实践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不断创中国的工程建设领域 也不断创造了中国BIM应用的制高点 这些项目不但是所在区域的示范性 标志性项目 同时他们在BIM应用方面 也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在全球与全球的领先者相比 也毫不逊色 比如上海中心 也是中国 即是上海地区的最高楼 也是整个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 由业主首先来推动BIM 在全生命周期应用的 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 项目即将建成 本身BIM应用在这个项目中 所产生的效益 无论是让业主 还是让项目的其他所有参与方 都看到了BIM不可估量的价值 正在北京建设的 CBT核心区建设的中国人项目 又是另外一个BIM应用的制高点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这些超高层建筑 BIM也在很多常规的 场馆建设 住宅建设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价值 同样在很多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 比如说黄灯水电站 这样的项目当中 BIM的应用涵盖了 从勘测到大体设计 到机房设计等各个专业 各个周期的这样一些典型应用 为业主 为设计单位 为施工单位 都带来了巨大的价值 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 BIM应用的项目 还获得了全球基础设施 BIM大赛的一等奖 随着BIM应用在工程建设项目 全生命周期的不断的延伸 对BIM技术需求 也从早期的设计阶段 延伸到了施工 工程领域 以及其他更加丰富的 专业技术领域 欧特克公司也致力于 为整个工程建设项目 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不同专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 提供各种高效的BIM工具 来协助他们完成 各自的专业工作 同时基于统一的BIM模型 和BIM的数据 来实现共享和协同工作 从而最大化 BIM在工程建设 全生命周期中应用的价值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欧特克公司 既通过自身的研发 来丰富和完善产品的性能 提高更多的产品功能 创新新的产品门类 也不断的通过并购 来丰富和完善 自身的BIM产品线 与此同时 我们还和众多的 生态系统合作合伴 合作共同研发 基于欧特克核心BIM平台的 专业技术应用软件 来帮助专业领域的 工程技术人员 基于BIM完成 各自的专业工作 在中国我们也和 像PKPM广联达等众多的 二次开发合作伙伴一起 不断的推出符合中国工程标准 以及中国工程设计实践的 专业BIM工具 来协助BIM技术 在中国的工程建设领域 更好更快的应用和发展 从建筑的全生命周期来看 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 在这些不同的阶段 对于BIM的应用 有不同的需求点 而运用不同类型的BIM工具 来满足这些技术需求点的需求 是欧特克产品发展的方向 从今年的新产品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在Revit模型当中 增加了更多更加丰富和强大的 建筑性能分析的功能 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的设计师 在创建了BIM模型之后 就进行非常丰富和准确的 建筑性能分析 从而帮助他们更好的 优化自己的设计方案 为后续的工程设计奠定基础 大家还可以从新产品当中看到 基于三维激光扫描与扫描 所产生的现场点云数据 可以更加高效无缝地 与Revit的数据平台 以及其他的专业BIM设计软件 进行更好的沟通 从而协助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 基于准确的现场数据 来优化和完善自己的设计工作 与此同时大家还可以看到 渲染和可视化的功能 在Revit的平台当中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这样的一种照片及效果的渲染图 不是由某种专业的渲染软件完成 而是直接用Revit软件当中的 专业渲染功能来完成的 从而可以将准确的设计数据 与最美轮美奂的渲染效果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在概念设计阶段 我们也引入了新的Fermit设计工具 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的设计师 在概念创意阶段非常方便地 在不同类型的移动终端上 创建自己的概念创意模型 同时可以对这样的概念创意模型 进行简单的建筑性能分析 从而优化自己的概念设计方案 而这样的一种概念设计模型 可以非常方便地被导入到 Revit的模型当中 进行后期的详细设计 和专业的工程设计 从而将Beam的应用 延伸到了概念设计阶段 在Beam的工程设计部分 我们也不断地提升Revit MEP 和Revit Structure的功能和性能 从而能够帮助我们的工程设计人员 不但在设计阶段 更好的运用Revit MEP和Revit Structure 完成他们的设计工具 设计工作 也能够帮助这样一种Revit的模型 更好的被应用到施工的阶段 大家可以从这个视频中看到 基于Revit模型 所进行的CFD分析 可以被完美地呈现出来 用最好的可视化效果 来展现最准确的 工程流体力学的分析效果 随着Beam从设计阶段 向施工阶段延伸 预制的功能和其他相关的 施工方阶段的需求 成为Beam应用非常重要的 一个发展的技术点 欧德克公司也提供了 许多新的功能 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譬如基于Revit的 预制的模型的功能 基于Revit和我们新并购的 Great Tech产品 所提供的施工建模的功能 在这样的一些新的软件当中 新的软件功能当中 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 可以完成更多 更丰富的不同阶段的Beam 基于Beam的专业工作 在不断致力于提供 面向建筑行业的 全生命周期的Beam 解决方案的同时 我们也面向基础设施的 Beam应用 推出了自己的 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在这样的解决方案当中 我们的核心产品 就是AIW Autodesk InfoWorks 这是一款将Beam设计 与地理信息模型数据 完美结合的产品 它可以容纳 不同类型的地理信息数据 也可以容纳 不同类型的Beam数据格式 从而将Beam设计的数据 与准确的地理信息数据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完成面向基础设施的 Beam的应用 同时它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基于互联网接入 和移动设备接入的功能 可以帮助在不同地点 不同领域的 项目团队成员 基于云的技术 和移动互联网的技术 实时地进行协同的工作 同时我们还在上面 在IW上面提供了 不断增加新的专业设计功能 在完成概念 方案设计的基础之上 能够帮助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 来进行路 道路 桥梁 隧道 以及其他地下管线的 专业工程设计 同时这样的一种 工程设计的结果 可以被导入到 CIVIL 3D当中 完成最终的工程设计 从而帮助我们 在基础设施领域的 工程设计人员 运用Beam的技术 来完成他们的专业工作 Beam在施工阶段的应用 是Beam未来发展的 一个广阔的前景 在施工阶段的应用 欧特克的核心平台 是我们基于云的 云技术的Beam360平台 从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 Glue到我们最新引进的 Field Layout 以及其他相关的 新的基于Beam360平台的服务 我们都致力于为整个 施工阶段提供不同类型的 基于云平台的Beam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AutoDesk在Beam360上 基于Glue平台提供的 一个实时的碰撞检测 和管线综合的功能 我们的项目团队可以实时的发现 不同专业之间的碰撞点 同时将这样的一些问题 实时的反馈给不同的项目团队成员 进行标注沟通和协同工作 以及更新自己的设计方案 在Field当中 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 可以应用非常方便的运用 移动终端 获取现场的数据 同时将这样的现场数据 与在云端的Beam模型和有关的现场 施工规范进行比对 来调整自己的工作 同时也将现场最准确的 实时的情况反馈给云端的Beam模型 来进行相关的模型数据的更新 和协同工作 这是欧特克最新的施工进度 基于Beam360的施工进度管理的功能 刚才我谈到Beam技术 也在更多的与相关的硬件技术整合 来创建新的Beam应用的价值点 那么这也是欧特克最新的一个 与Beam技术与相关的硬件相结合 来指导现场的施工放样 以及不断的将现场最新的施工情况 反馈到Beam360的平台 来对Beam的模型进行更新 和让不同的项目团队成员 基于实时更新的Beam模型 来展开协同工作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功能 这样的一种新的功能 能够让我们的整个项目团队 实时的获取现场的信息 指导现场的施工质量 同时也将Beam的应用 从最初的静态的设计阶段 逐渐导入到动态的施工进行阶段 有了我们许多最新的Beam的产品 和新增加的Beam功能 我们也不断地在中国鼓励和支持 高速发展的Beam生态社区 我们不但和我们的客户合作 来研发专业的技术应用 我们也和许多二次开发软件合作伙伴 来开发不同专业领域的专业技术软件 基于欧特克新不断丰富和强大的产品功能 以及我们不断高速发展的中国的Beam生态社区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为中国的工程建设行业 提供丰富先进完善的Beam产品解决方案 从而支持Beam在中国的工程建设行业 更快更好更长远的发展 下面有请我们的技术团队 为大家详细介绍2015欧特克新产品的相关功能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